西班牙巴塞朗拿一間七層醫院 改裝所有病房 專門修治新型肺炎病人 當地確診和死亡人數增幅放緩 政府計劃放寬封鎖令 容許從事建築和製造業等行業的人上班 並且在公共交通派發口罩 意大利總理孔特宣布 延長全國封鎖令三個星期 但是部分商店 例如書店和文具店等 將會重開 當局呼籲國民復活節不要外出 又增加警力 派直升機和無人機監察 有雷民眾外出的還有英國 當局說目前疫情仍未到達高峰 仍要嚴格地執行防疫措施 面對醫護人員的批評 衛生大臣夏國賢回應說 正是努力安排足夠的防護裝備 至於轉到普通病房 並且可以落床散步的首相約看訊 和醫生交談 感謝醫護團隊無微不止的照料 並且記掛其他受感染的病人 法國的疫情仍然嚴峻 醫院和護腦院的死亡數字飆升 但入住深切治療部的病人數目就有下跌 衛生部門相信疫情已到達頂峰 有線電視記者梁徐先生報導